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范氏 2月底的时候我出了4月新翻的全资讯导师 而随着4月的正式到来 又到了惯例给大家做主观推荐的 十步翻读奶时间 本节目的定位依然是以挖掘 由潜力的星座为主 因此像《鬼灭之刃》 《魔法使的新娘》 《水星的魔女》 这类上次提过的续作 就不多赘述了 那我们正式开始 首先最值得期待的娱乐圈动画 《我推的孩子》 假如男主意外死亡后 转身成自己单推偶像的孩子的故事 那有些路人观众 之前可能误会了 理解成是像生儿为狗那样 投胎成自己暗恋女生的儿子 然后发福利的片子 这里我屁个摇啊 就虽然逆天 但真没这么逆天 男主和他妈是纯纯的母子亲情 没有你们想的那些情节 主线是讲述这一对 继承了偶像基因的高颜值兄妹 竹梦演艺圈的故事 内容涉及女团出道 演员试镜 综艺拍摄 账号运营 片场暴杀小鲜肉 炼宗跨界炒CP 狗仔队vs潜规则 YouTuber大战cosplayer 虚拟主播望暴开河等诸多要素 前期突出一个又有趣节奏又快 是我星期年为数不多会通宵看的漫画 那只能说 虽然赤白老师现在风评不好 但也侧面说明 人家巅峰时期是真的有活儿 而动画由动画工坊制作 堪称诚意满满背水一战 第一集就是90分钟的超长回 直接在日本电影院上映 一口气演完开片的高潮段落 据现场观众反馈都说特别好 虽说有幸存者偏差 但起码开播前的范儿是齐足了 具体就让我们期待4月12日TV版正式开播吧 第二最值得期待的恋爱动画 我心里危险的东西 有名我心中的野兽 讲述阴沉系男主不断妄想同班的 憨憨系美少女引发的恋爱情剧 作者曾画过著名的超元气三姐妹系列 当年得知她是女作者时 我非常地震惊 后来看这部漫画发现作者也是她时 我又一次震惊 因为对青春期小厨男的内心把控 实在是太精准了 建议改名我心中的监控摄像头 作为恋爱题材 本作最大的醍醐味 我认为在于对男女距离感的把控 那三角如今越来越多开场满好感 或者说就算没满好感 但你看两眼再摸个头 妹子就当场走不动路的唐金客观片 本作的距离感刻画 那是真的喜真的妙 一步步看着他们从普通同学到互相认知 到建立深厚的牵绊 再服役人物的成长 并且细节超多 常看常新 而动画更是由已经在擅长捉弄的高木同学片场 证明过自己的赤城搏招担任导演 还有花田石灰细构牛尾县府配乐 哇靠 这香槟开起来 第三 最值得期待的悬疑动画 我家的英雄 这样一看四月清翻可以简称我我我 我推的孩子 我家的英雄 我心中的野兽 假如男主发现自己女儿的男友 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不仅殴打女儿 诈取钱财还牵涉到杀人放火的犯罪团伙 于是男主冲动之下将其杀死 而接下来 他一面要摆脱警察方的司法定罪 另一方面要对抗追杀自己的黑恶势力 要做的事包括并不限于 销毁证据 处理尸体 应对监听 编织证词 嫌疑转嫁 而这一切 又都仅仅源自一对普通夫妇 对女儿再朴实不过的亲情 就此达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日常和非日常的夹缝感 总体是四月必看的制斗漫画 只可惜动画是由手种批 这个近几年风评没比啤酒好到哪去的公司来制作 实在是令人呃呃 第四 最值得次爱的音乐动画 《蓝色管弦乐》 经典颓废男家开朗女开局 男主当场就表示 但是很快啊 身上高中就没有这么点了 而是变成类似金吹的音乐大社团篇 经典的训练 合奏 选拔 比赛 多角恋 以及三年级毕业后的全力交接 那这也是把他放进本次奶番的主要原因 毕竟这种题材是确实稀少 而且动画的导演还是暗沉二 算是我很喜欢的老牌剑匠 细构为世源幽子 两人合作过女神一文路四 乐色真美 甚至这次男女的深游 也是乐色真美主义的千叶响眼 整得跟同学会一样 那当然我对动画最期待的 还是音乐演奏场面的表现力 毕竟漫画虽然画风很棒 但一来没有声音 二来画面是静止的 想要表达一个人情拉的好 那基本永远都是 发焦头加高潮脸加布林布林的大特写 看多了 其实挺十美疲劳的 所以非常期待动画将如何升华这一部分的 第五最值得其待的搞笑动画 《勇者死了》 假如拯救世界的外人民勇者 掉入普通村民男主挖的陷阱里挂掉了 最后男主被死灵法师变成勇者的模样 代替他拯救世界的故事 非常沙雕无节操的反套路勇者流 男主是极其卑鄙无下限的色批小人渣 最喜欢的事物是大腿袜 卸的程度相比经典线男主 何真二之公战斗员六号之流 更是多了几分事情无赖问 总之是一部比较老的漫画已经完结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动画画 目前预告PV的质量不算特别高 最终表现我估计应该是不如同季度的 为美好世界先上抱怨的 但是怎么说呢 这档节目还是优先乃一乃黑马星座吧 尤其是这个片的导演履历 肥长地直白 一大票的福利肉翻 甚至是礼翻 所以说不定他对大腿外 不是对搞笑会有独到的见解呢 第六 最值得期待的奇幻动画 地狱乐 人称最强忍者的男主被执行死刑前 得知只要前往神仙岛 寻回长生不老药 就能获得无罪释放的资格 不过一同去竞争的 还有一众身怀绝技的死刑犯 于是在这座诡异肃杀 有去无回的神秘岛屿上 最强忍者为了尽快回家 与妻子团聚展开了死斗 没错 人夫男主开局自带老婆 而这个帅气的女主小姐姐 则是纯纯的伙伴位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 俊男美女并肩作战 生死相依 但又不上升到恋爱层面的 清爽战友情互动的 此外我很喜欢的 还有她的美术风格 无论是觉得这么古典 又时髦的考旧服饰 还是十天早上 混合了佛教 道教与克苏鲁风格的 吊散怪物 都相当的带感 动画由MAPA单人制作 本来我是放了一万个新的 但看了第二个PV后 又莫名觉得 这个经费好像没我 这些想的那么足 印象最深的 反而是追名灵情的主题曲 莫名就想起了 几年前的多罗罗呢 第七 最值得期待的日常动画 跃动青春 讲述乡下女生 来东京不高中的 校园群像剧 剧情非常朴实 比如一开始 讲的就是 去学校报到 认识新同学 一起吃饭 拉微信群什么的 跟你现实中经历的 一模一样 因此也不太找到 什么吸睛的大爆点来引流 但相信我 她的观感 就是说不出的舒服 青春 友情 校园 奋斗 恋爱 成长 什么都沾一点 但又不会刻意的凹标签 剧情像 涓涓流水一样 清澈凉爽 非常有生活气息的 学生日常 动画更是由这方面的专家 PAWorks担任制作 导演是负责过 《银之石》第二季 下目有人账 五六季的 《初和小都美》 反正不多介绍 到时候你就看 然后回来告诉范哥哥 他是不是黑马 第八 最值得期待的偶像动画 偶像大师 灰姑娘女孩 U149 名字的前缀 特别长 一看就很劝退 但你不用管 就当成是一个 讲矮个子制作人 带一群小女孩 追梦的励志动画 直接看就行了 虽然会有人说 偶像凡永远是同一个套路 我有梦想 遭遇挫折 反思振作 跨越困难 你说的对 确实是这样的 但怎么说呢 如果按这个模式吧 那所有的热血少年们 也都能抽象成同一个模板 我有梦想 遭遇强敌 反思升级 打败敌人 因此重点不是概括式的框架 而是观看过程中 你收获了什么 那这次U149 主打的是年龄较低的 小学生追梦 相比过去主流的女高中生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新鲜感的 动画由Side Game Pictures制作 PV表现 非常的扎实和亮眼 特别是导演 是由这两年 口碑飞神的 刚本学老师担任 哎呀 这下不得不看了 爱刚 信刚 等刚 第九 最值得赛的原创动画 魔法少女毁灭者 讲述2008年 迷之势力降临 将日本的 欧塔库文化驱逐殆尽 在小众文化圈 即将灭绝的危机关头 一支反抗小队 从秋叶园 揭竿而起 有比任何人都更爱 欧塔库文化的 欧塔库 hero 率领三名 发色各异的 魔法少女 魔法少女蓝 魔法少女粉 和魔法少女 安娜奇 不是你为什么不叫红啊 总之 本次四月翻的原创阵容 其实不算差 除了续作水星魔女外 还有世界代明星 娃鲁多大一斯大 裸裸消防队 The Marginal Service 那之所以最后选这一部 主要还是感觉 它的设定吧 就属于那种 做得好 观众爽到 做得烂 有乐子看 观众还是爽到 的类型 最后 第十 最值得期待的冒险动画 天国大魔镜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漫画家 石黑镇树的长篇连载 故事发生在人类文明 破败衰落的末世舞台 主角分为两组人马 双线叙事 一条是在废土中 打怪旅行的冒险二人组 另一条是被封闭在围墙里 不知外界为何物的懵懂孩子 本作的最大悬念 便是这个双线叙事的交汇点 究竟在何处 而这种串联一切 环环相扣的能力 也正是石黑镇树的强项 尤其是如果看过他的另一部神作 外天楼 就更是绝对不会质疑 本作也是如此 看似孤立的一次次冒险 和一天天日常 随着伏笔的揭开 逐渐绘成一张震撼人心的人间会卷 有的情节我一开始看只是普通感动 后来伏笔一回收 意识到是怎么回事的那一瞬间 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就直接嗡的一声 眼泪哗哗流 后劲极大 动画由IG单人制作 牛尾县府配乐 皮肥质量 顶中之顶 你看了 很难不追凡 但还是要提醒 本作是玩真的的末世题材 观看曲线 类似来自深渊 恶魔人 还有不少大胆过激的青年漫画史展开 并不适合轻度观众为放松而观看 但如果你做好了心理准备 那现在就是想看一部认真讲故事 又反转 又思考的后启示录作品 那本作绝对是今年的不二之学 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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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下は相手しか見えなくなっている奴が負ける まだロビンが死んだっていう確証がないじゃないか 人生神 スペ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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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の手は死しか生まねえな そんなこと言うな この向こうは外 お別れを言いに来た ここから 逃げて 好的 以上就是我对本次四月新翻的个人期待 行行 这次可以回来追翻了 如果开播后遇到漏掉的话题座 我也会在中期吐槽中向大家汇报 所以欢迎关注范儿氏的频道 和我每周六的杂谈回直播 那我们下期见